高雄市區的風雨感受是越來越明顯 在八五大樓因為風切效應 風力的感受更強 有民眾撐傘經過這傘都被吹壞了 還有不少街交騎士經過必須要風悶速度 以免被強風吹倒 好了 主播觀眾 現在在高雄市已經可以明顯的感受得到 凱米颱風所帶來的強勁風雨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在高雄的八五大樓附近 可以看到現場的風雨是有逐漸增強的狀況 在大樓旁邊的這個廣告看板可以看到 隨著強勁的風勢是不斷的擺動 很多機車騎士他們騎在路上必須放慢速度 不然很有可能會被這個強風給吹倒 因為這個地方再加上風切效應的關係 感受得到這個風力可以說是特別的強勁 而根據中央氣象局的預報資料 光是在高雄市的平地 平均風力在早上的時候可以到五到六級 但是到下午的時候風力會明顯的增強 到六到七級 而瞬間的正風有來到九級 可以說這個風勢真的是相當的強勁 可以看到很多民眾包括是要上下車 也都要特別的將車門給拉緊 不然的話如果強風一吹 很可能就會把車門給弄壞 而另外民眾在騎車經過這附近的路口的時候 都是必須要得放慢速度 不然很有可能連車帶人都會出現摔車的情況 而這一次凱米颱風為高雄所帶來的風雨 可以說是會逐漸的隨著時間推延會越來越明顯 那麼氣象局預估光是在高雄的平地 可能就會下三到四百毫米左右 而且是越晚甚至是到明天 整個風雨的情況會越來越明顯 也提醒民眾盡量不要外出 以免發生危險